一连三天的元旦连续假期 许多游客是涌入了花莲迎接2021年的第一道曙光 庞大的人潮也带动了商圈和周边的观光效益 而目前仍然是属于防疫的期间 花莲施工所也不敢马虎 在连续假期结束的第一天 就陆续的针对人潮较多的区域展开了消毒的作业 廉假结束的第一天4号一大早 华联市清洁队就前往了华联火车站 队员们穿上防护衣拿起喷枪 开始进行车站周边的环境消毒作业 这么大动作就是希望能将防疫做到超前部署 防堵疫情进到华联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因为现在就是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人 然后不知道是有带有这个病毒 所以其实做个消毒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有会让你们比较安心 一定会比较安心 市长威嘉贤也到场慰绕工作人员 并且强调防疫是相当重要的工作 没有人可以自身事外 工部门积极防疫 也期盼民众可以全力配合 那有介于入冬之后 那整个防疫的状况 好像是在国外来讲 越来越远近 那在元旦过后 我们也看到一些人潮来到花莲 那也希望说这些人潮离开之后 能够赶快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消毒 跟清洁的部分 那我们也动员清洁队 一个小队六个人力的部分 分别在花莲的前站 后站 那花莲火车站周遭 跟我们的金三角周遭 来做相关的清洁跟消毒 那我们希望说 当然防疫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此要呼吁我们花莲的相亲 那不论外出还是在其他地方 一定要谨慎的戴口罩 三天的连续假期 花莲涌入大量人潮 施工所在防疫工作也不敢马虎 连假结束的第一天 就陆续针对人潮较多的区域 展开消毒作业 范围包括火车站及周边环境 晚间更会前往金三角商圈一带进行消毒 而工所也会随时视状况出动 防疫消毒小组执行勤务 恳请店家可以全力配合 记者 许丽晴 花莲市报导